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为什么呢?杨树与惠子的建议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至以识人之重 至是连词用于引进一个新的话题可以翻译为至于 以是借词用的意思 重是多的意思 用十个人的力量 树一生之物 易容易 生是活的意思 物是东西 这里指阳树 一生之物就是容易活的阳树 树一生之物 重容易活的阳树 而不胜一人者 和也 而是连词 表示转折关系 可以翻译为但是 或者却 胜 承受 不胜 就是不能承受 受不了 或者 比不过 和 和 是什么的意思 而不胜一人者 和也 却比不过一个人拔他的原因 是什么呢? 卉子的回答是 树之难 而去之意也 句子中的两个之 都是代词 他 指的是阳树 而 是连词 表示转折关系 可以翻译为但是 去 是动词 拔掉 除掉的意思 也 用在句子末尾 表示肯定语气 树之难 而去之意也 栽种阳树很难 但是拔掉它很容易 这也就是说 虽然阳树很容易活 但是 栽种它比较难 而拔掉它很容易 所以 只要有一个人拔树 那么 就不会有活的阳树了 换句话说就是 没有活的阳树 原因就在于 拔它非常容易 惠子说了这么多 关于阳树的事情 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和陈枕又有什么关系呢 子虽公自树于王 虽 连词 表示转折关系 可以翻译为虽然 公是动词善于的意思 树 树 是动词 与我们前边刚刚讲过的栽种的意思不同 在这个句子中 树 是树立的意思 比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树立威信 树立信心 树立志向 等等 于 借词 在 自树于王 就是在国王面前树立威信 连起来就是 您虽然善于在卫王面前树立威信 而 欲去之者重 而 连词 表示转折关系 可以翻译为 但是 欲 是想要的意思 知 代词 您 指代 成诊 者 代词 什么什么 得人 而欲去之者重 但是 想要除掉您的人很多 自必 威以 必 是一定的意思 威 是危险 以 表示语气 可以翻译为 勒 自必 威以 您 一定 危险了 现在 大家明白 为什么惠子和陈枕 讲杨树的事情了吗 那就是 杨树 非常容易活 可是 只要有一个人拔他 就没有活的杨树了 这也就是说 一个人搞破坏 就足够了 可是 现在 魏王身边的人很多 陈枕如果得罪了他们 当然 就非常危险了 好 拔羊容易灾阳难 这篇课文 讲解完毕 下面 请大家和老师 一起再读一遍课文 陈枕归于魏王 惠子曰 必善事左右 浮阳 横树之吉生 道树之吉生 折而树之又生 然使十人树之 而一人拔之 则无生阳已 至以十人之众 树一生之物 而不胜一人者 何也 树之难 而去之一也 子虽公自树于王 而欲去之者众 子必威矣 最后 我们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把课文 完整的翻译一遍 拔羊容易 摘羊难 陈枕受到魏王的众怒 惠子说 您一定要好好地对待 国王身边的人 阳树横着栽就能活 倒着栽也能活 折断了栽又能活 但是 假如十个人栽阳树 而一个人拔它 那就没什么活的阳树 至于用十个人的力量 栽种容易活的阳树 却比不过一个人拔它的原因 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 栽种它很难 但是拔掉它很容易 您虽然善于在国王面前树立威信 但是 想要除掉您的人很多 您 一定危险了 好 至此 拔羊容易栽阳难这篇课文 我们就学完了 课后 请同学们完成练习 词